墨水加碳粉加裸妝盒裝 分片 比方好了啦 我們大家有買組合包嘛 那這個組合包算盒裝還是裸妝 如果說我們要賣的話 可能要買其他的幾個顏色 買太多就像那個什麼 Costco那種的嘛 那全樣是盒裝還是裸妝 以這個拔起來是裸妝 這個叫裸妝 那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很拒絕沒有意義啊 這種盒裝裸妝 其實沒有太大意義 再二來 現在那個量半包嘛 原本盒裝出來 他原本的新的 是什麼樣的情況 就是這種情況 裸妝的 這個裸妝算什麼樣的情況 你要其中的顏色 對不對 那我們當然會可能 拆原本剩的或怎樣 一組當然會比較 我們當然希望是一組一組賣 但有些人就是想要一顆一顆賣 這種情況這叫裸妝啊 這就叫裸妝啊 有什麼 差異 對 那裸妝也有分兩種的 像這個 墨水漿嘛 他盒子拆起來就變這樣的嘛 那他 再拆下去又變這種情況嘛 對啊 那奇怪這個東西 沒有拆到底基本上 我們就覺得說這個都是可以用的 因為大部分現在早期跟現在 有些之前是買印表機送的墨水夾那些 有些他有些早期的特別幾台機器 他是可以用的 他是直接可以拿一拆用的 問題是現在機器比較 因為講白原產他就不讓你賺這個錢了 他覺得說這個 我就是要這台機器 新的機器送那個墨水夾 就一組的那個東西 那個墨水夾通常就直接用下去 他不讓你再拿 這樣二次販售 早期的 大部分還有這種裸妝的那個墨水夾 現在比較少 因為他那個現在大部分都鎖晶片 然後不讓你用副廠的 那像這個萬一這種 像墨水瓶吧 像這個 盒子拆起來 有可能放很久 你們東西放很久的時候 那請一下這個是好來壞的 盒子壞起來 請一下這個東西 好來壞的 如果說沒有盒子這樣賣的話 沒有盒子賣 這個裸妝 有什麼差異嗎 錢拆嗎 跟客人說的 請一下這個 這什麼差異 我再想一下 即使這個袋子拆起來 即使這個袋子拆起來 這裡面事實上還是可以用 以這個墨水 這個液態的東西事實上還是可以用的 你用沖廠 這種東西就是看他的量 對不對 其實說白一點就看那個量 大事實上是這樣 因為這個東西 除了HP 比較有 他部分型號 部分型號比較有機會有問題 基本上其他的型號 我目前看到都還好 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 大事實上是要